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在这个实现旅目方法的时候 首先第一步跑不了的是要获取它的position 对吧 等于lose lose has code 对吧 把keychain去获取它的散列值 然后if table position 对吧 如果存在的话 那么else呢 咱们就可以return了 return什么呢 return force 表示删除失败 对吧 删除失败 那么上面呢 就咱们要执行删除的这个过程 其实删除并不难 为什么呢 因为还记得咱们在链表linked list里面实现了一个方法叫什么 叫remove 当然这种表示不太正确 对吧 但是我们实现了一个remove方法 remove方法干什么的 传入一个element 然后呢 把它删除掉 对不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呢 因为前面的删除的思路已经实现过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只要负责找到这个element就可以了 对不对 好了 找element的方法呢 跟刚才是一样的 跟刚才get是一样的 好 current 等于 table position.get hat 对不对 然后呢 一样的查点过程 well current 存在的话 对吧 if current.element.key 等于key 跟刚才代码完全一样 完全一样 然后 但这里里面不一样了 对吧 然后呢 便利的条件.next ok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来确定了 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已经查找到 查找到 对应的key 了 对应的key了 然后呢 我们应该开始删除了 怎么删除呢 是table position.remove 什么呢 current.element 注意啊 我们这里要把element 传进去删除 为什么 因为大家会注意到一个问题 对吧 就是对象 对象之间相不相等看的是地址 比如说这个对象 等于这个对象吗 这是false 对不对 那比如 那再来 A 等于一个对象 B 等于 A 对吧 那 B 等于 A 吗 当然 当然 这里听起来有点奇怪 对吧 但是只有 对象是一种地址引用类型 我们要确定两个对象相不相等的话 只能通过他们的那个地址来比较 对吧 这跟其他值类型不一样了 这在咱们的正课上面呢 说了很多遍了 在这里呢 我们就把这个 current.element 这时候它是一个什么 我写点小小注释 对吧 这可能有点奇怪 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个node类的一个对象 对吧 然后呢 传进去之后 就会进行删除 删除之后看起来很简单 对吧 删除之后咱们要 return 一个 true 表示删除成功 但是呢 别忘了另外一个东西 现在假设我们的链表 时删这个位置只有一项 Anna 对吧 它现在是个link list 对不对 一个链表 那我们把它删掉之后 把 Anna删掉之后 就是这链表是不是属于一个空链表了 这时候注意啊 如果它是个空链表的话 我们要把它复位 就是说变回什么呢 变回untify 因为我们程序 之前的程序很多都依赖了untify这个值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第一次查入数据的时候 我们查入数据会判断这个位置是不是untify 是untify的话 我们就重新创建链表 对吧 不是untify的话 我们直接append 当然你说 那 当然你会说 当然你会说 那我不清楚行不行 我留着这个链表在这里 对吧 然后以后呢 我直接append就好了 直接append进来不也是一样吗 但注意啊 这样的话可能会耗费很多的内存 用于存储这个链表的这个结构 比如说你的有一多少多少多少个零的数据 对不对 然后其中呢 你有9999999个是空链表 但这空链表呢 并没有被释放出去 仍然占着内存 所以说咱们考虑到这么一种情况 对吧 未来程序可能会写的很大的一种情况 现在我们要做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这个链表为空的话 就把这个位置变为untify 然后呢 让这个链表被释放掉 ok 就是一个优化 对吧 小小的优化 好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判断呢 在这里是不是删除了 删除这一项之后 我们就要判断了 if table position 点 还记得我们为链表实现了一个方法吗 叫is entity 如果是空的怎么办 table position 说明链表是空了 对吧 那么另外等于untify ok 这么一种方法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竞争奇迹的时刻到了 对吧 我们删除一个试一试 hl 对吧 点remove remove什么呢 n呢 诶 发现出现点小问题 对吧 我们的程序好像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我们看一下问题到底在哪 现在我们先开始 well 要学完判断 对吧 哦 这里错了 这里忘记复制了 对吧 current 等于current.next 对不对 OK 这个这个冲口废了 对吧 它已经卡死了 我们重新打开一个 好了 hl.remove ana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 呃 这个获取值的一个过程非常的漫长 对吧 OK 看一下 对吧 是不是就剩downear这一项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试一下 移除downear 对吧 程序重新来一遍 remove 呃 n i e 对吧 这个坑不要不要再踩了 你要再看看 咱们的测试的方法 对吧 看一下 是不是就是ana这一项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 呃 借助了我们之前链表实现过的 这么一个remove方法 对吧 用于我们删除数据 对吧 当然最重要在这里 我们要便利这个链表 对吧 去查找对应的这个key OK 这就是我们最后实现的一个 用这种叫什么方法 还记得吗 叫分离链接法 分离链接法 去解决这个冲突问题 对吧 它可能看起来会稍微的 呃 复杂了一点 对不对 因为它引诱了之前我们学过的一个结构 一个链表 对吧 然后让这个结合了 再加上我们又实现了一个辅助类 对吧 这是三个类 结合起来实现的一个效果 会相对复杂一点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 要实现的一个方法呢 叫做 呃 线性 探查 对吧 探查法 线性探查法 它的优势呢 是不需要再参与那么多的类 它不需要太多的这些辅助类 以及链表这个类 但它的缺点跟那个分离链接法是一样的 就是牺牲了这么一个线性查找的一个 呃 牺牲了快速定位的 便捷性 对吧 回到一个线性查找的方式上去定位数据 对吧 OK 接下来我们去实现一下 线性探查怎么去实现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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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